Roger在哪 我感謝他 他把我很多 我覺得應該講 因為四五分鐘其實不夠講 那因為他們邀請我前後講 一些創業過程好幾個人 不過他們把我又覺得 要跟你們講的東西我講 不過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我去其他演講 他們給我時間比較長 其實我真的會講這些 那我現在主要是先 講我這邊自己創業之間 那這是我一些簡潔 不過我覺得這是其次啦 因為時間不是很多 那我一開始我一畢業化就在HTC 但早期在跟Google產品一起做Android 那後來我們就在HTC打造 第一個HT Sensor手機 還有它的平板電腦 那這些都其次 我看起來好像我的經理好像看起來很好 但其實1997年的時候吧 那時候我金融危機 我爸他們公司就倒了 所以其實我這種時候就跟著我爸啊 會去夜市啊 會去擺攤啊 是賣油辣椎啊 像撈油有沒有 好像天氣還夠很好 可是那個很累 那個魚棍啊 死掉那個水也都很重 那我甚至像什麼去打工啊 我要去那個小騎士炸雞油打 欸公司也倒了 對對對我不知道你們吃過 好像跟我共產公司都倒了 那這個的話 為什麼這是看起來很帥 我也我高中的時候我也去那個鐵路上面 那真的是就跟他們做那種做工那一種 那個可惜他早就不是我那種看起來很帥 那我現在用什麼呢 我現在我就開始了自己一個公司 其實就跟ROGIC講一下 我想要做一個世界型的東西 所以我前面沒有提 我想做一個世界型的平台 不管說他最終的結果是如何 但是人總是要試過 就跟ROGIC講 你要脫離自己的舒適圈 你只要去試試看 那我現在在做什麼 這看起來好像是在做一些很蠢的事情 因為很蠢的事情 其實它是因為有趣的事情 那有趣的事情可能就是你需求的事情 或是平常就是要這些東西來調適 調適一下自己 那我先跟你們 我現在是應用在一個方向 給你們兩個情境 第一個是你要出去玩 你是背包客你要自助旅遊 你是會去看書 你會去看ROGIC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比如說 你跟你說一個台北利晚間是個淡水 你到淡水出去的時候 你的書或者ROGIC 他並不會跟你說 你要往我的方向走 那你第一次到淡水 你可能還是會迷路 找不到介紹今天 很爛 那第二個情境是 那你想說 那我跟團出去玩好了 那跟團的時候很就像這個情況 有沒有看到 就是一個導遊 但是人很多 有沒有 那你可能很吵 你會聽不知道他講什麼 那你想說我自己走要算 可以知道 你自己走掉的話 遊覽車會跑掉 那怎麼辦 那你還想說 那我還是去自助旅行 那自助旅行的話 那我們這邊做什麼 其實這個ID也很簡單 你們都有自助你手機 那你的手機就是你的導遊就好啦 那我是背包客 我是入旅行 我自己去玩就好了 那我們如何利用到這裡 就是你們現在免費到行動裝置 不管你是你的手機 還是你的滿電腦好了 那裡面有GPS定位吧 有Google Map吧 那很簡單的ID 你只要弄起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做一個整合 就像這樣子 這是我們目前有一個畫面 那那個藍色的點 其實就是我們跟你說你要去的地方 那那個大頭呢 就是你要你在的地方 那我們就會一個導遊說 那你就走去讓他那個地方 那你就不會迷路了吧 就這樣一個簡單概念而已 那我們希望說從台灣開始 然後把這種服務把它推到全世界 那你到了那個地點之後 我會用一個推播的方式 推播有誰不知道 就是用主動通知的方式 你走到那邊 我就主動說這個經典到 那你的介紹 那其實就進來了 再來說 你會想說我出去玩 那這些導覽是不是 都只有我們能做給你 那這樣的話 感覺好像沒辦法到國際 或者是一個世界的舞台上 那我們把他這些東西 把它摸出的話 就是說我把它做成一個工具 你們每個人 其實就可以 我剛剛做了那些阿火東西 你們每個人就可以去做 這個也是我出去玩一個照片 沒有這麼自戀 但是我就是放一些照片 比如說 我現在去一個地方很好玩 你們會知道這是哪嗎 你們不知道嗎 那我跟你說很好玩 你一定會問我說 那這在哪 這邊怎麼走 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好玩 我剛剛講他的東西 你就是你朋友的導遊 怎麼做 其實我們把這個東西 我們其實我們把很複雜的東西 但是我們把它的步驟 甚至它的那個界面 我們把它讓我們成為最緊張 就是你對著你要介紹東西 地方 你就按拍照鍵 其實你在拍照的時候 我們在背後 我們都幫你們把這些 我坐標啊 他們要介紹的東西 特色我們都買記錄下來 那你只要輸入 這個地方是哪裡 然後敘述一下 好這兩樣步驟結束了 你就完成一個經典 那你這個旅程的話 你可能有下一個經典的話 你再去新增一個 那沒有的話 你就要讓你完成 然後就會上傳 你就會到我們平台上面 你就直接可以分享你的朋友 他們就知道你去哪裡玩了 你就是他的導遊 就像這樣子 就放到一個平台上面 那裡面 我有提到一個 我們想要弄一些 比較有趣的東西嗎 那我們就是還弄一些 AR的效果 AR效果其實 我不會特意去跟你們提到說 什麼什麼AR 你只要知道說 你到那邊 你就把你的手機往那邊一看 你就會發現 有一張圖片 或是文字跑出來 甚至有一些的話 會還有影片 設計師3D的動畫嗎 那我們這邊也做非常簡單的事情 你只要放照片就好 欸 就像這樣 這個是我們設計師 他寫給我的 我只要寫一個說 我飛越的銀山飯店之類的 好他就寫給我 那到時候你的朋友去 那第一點出來之後 你這樣手機看 那什麼好玩的 欸 他就真的看到你在那邊玩了個照片 其實這對自己來說 是個郵寄 你幾年後 十年二十年後 你要看我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只有這件事情 但是 你分享給你的朋友 其實對於他來說 他是一個沒有體驗到而已 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導浪 我們還可以怎麼樣 因為今天那麼大部分都學生 所以我們把它弄一些 比較有趣的東西 像這個的話 是我們之前在政大做的 我們把它弄成是一個實際的冒險遊戲 你們應該有玩過什麼惡靈古堡啊 什麼古墓奇兵吧 那我們就是把那個導覽 其實導覽的話 你想說他很難料 但是因為學生的話 那我們把它弄得有趣一點 你看什麼畫木壇啊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是一個真實的畫面 我們就是把這樣一個導覽 像一個簡單概念的技術 那我們就把它畫成一個像一個遊戲 那裡面會有一些元素的話 像是尋寶啊 還有探險啊 尋寶的話真的是 我們那時候的idea是來自於 你們看企肉豬有沒有 看那個龍豬雷達 他會偵測有沒有 那個手機真的會像龍豬雷達 叮叮叮 然後到我那個地方找到寶 我就叮叮 就跟你說你找到了 那我們就把它弄成像這一套 那 他後面 他直接幫影片啊 好好 有聲音嗎 OK他直接幫 這是那個實際在玩的時候 就是你現在走到正大效果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就會出現 一些故事的事情 那這些是我跟他講的 那些效果 請問後面的音樂好像不是我放的 我後面沒有放這個音樂 對 對 你就把你手像是那個刀子一樣 把塵漫給劃開 那個藍寶石就是你的鑰匙 對 我們前面有一段一些故事的附診 然後我這邊指標換出來 把Demo過來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就進入一個國外界 然後整個正大其實就是你的行為遊樂場 這樣子 那其實我後面想要做的是不只正大 想說 套路去別人拍次 就是整個城市都是一個遊樂場 這樣子 音樂 應該 應該可能這不是我放的音樂 然後 我們 前一陣子 一位華昌創演區 我們也做了 呃 也算是 因為你剛那時候是動物節 所以我們把聽這些動物節的元素 欸 這個好像 它看起來動畫不好 看起來那個Windows跟Mac還是有點不合 欸 就是 裡面是我們一些人物啦 那 就是 有區別嘛 然後發海啊 白樹震啊 然後 我們 也是 年輕人嘛 要做一些 一些 不一樣的事情 我們就是打扮一些人 就真的在街頭在那邊走 我覺得那是我的人生最大的挑戰 我還有人生的挑戰是 因為 我們那邊其實是一個 我們那時候在經濟部園區 我們經濟部園區 一個廠商 然後他給我成果戰 我就穿這套上去簡報 然後 我的 我的partner啊 我上去的時候 他就說那個 什麼 皇上駕到 我就直接中情品神 然後說謝皇上 就當場就在那邊搞搞這件事情 然後 真的是 一個人大突破 那不然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是弄一個 呃 一個 其實整個來說 其實一個導覽啊 或是一個遊戲 不只是在手機上而已 其實 他其實是可以 你真實的環境 是可以去做互動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會做的一些 常常 第一個就是說 請到那個地方 那你到那裡 那個場景就要出來 那我進入的話 就會一些AR的畫面 就像這樣子 就出現 這是那個皇上 那個懸崩 懸崩 那就把它進入 這個的話 那你進入的話 就知道背景 你也會有些互動詳細 像左邊就是那個小人 你那屈人 為什麼被趕走 為什麼被跳江嗎 那就是因為那個 小人一直在講 那些慘言嘛 那 楚懷網提醒人 那些慘言 才會想說 那把屈人趕走 就這樣 那這個 進入這小的系列的畫面 就是 那個慘言會一直出現 你就像是打地鼠一樣 它會一直出現 你就把它的慘言點掉 那這樣的話 屈人就獲救 它就都被砍頭 但是屈人還是被趕走就對了 對 那這個的話 是我們 其實你們在玩的時候 我們裡面 有一些商業謀事在裡面 就是我們一些戰術商在裡面 像這個的話 就是 因為華山一起是酒場 所以我們把那個 原則就是說 法海把屈人給抓走了 那法海的對話 就是那個白樹貞 那白樹貞 他要喝了熊黃酒 他就會變一個白蛇 然後去跟他打架 那 找酒的過程 就是一樣 你就要用你的手 把這個麥給清掉 然後那個酒就會出來 那這個的話 其實 我們那時候 既然是冒險遊戲 你必須要怎麼實現 實現面到達 難成大的話 是有個45秒 比較從另一個廣場 然後另外一個廣場 對 那我就看 每個人在玩的時候 就要趕快跑 那我這邊的話 就沒有這麼殘酷 我們就是 你只要走到那邊 這樣就過關了 而且屁頭又跟你說 你要怎麼走 就這樣子你走過去了 然後 這個時候回到楚國 我們玩的人說 那楚國這麼近 就這樣滑山 這樣走過去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 是 我們想要把更多元的元素 都弄在你那個手機上 所以其實你的手機 你是可以跟他對話 那這個的話 我們這個的話 就會有一些問答 你就跟他對話 然後你可以繼續 向你的流程 那這個的話 是屈原還是會跳槍 那不然你就沒有故事了 那屈原跳槍的話 你就把你的手機 拿起來像龍舟有沒有 就這樣 你就去划船 然後划去救屈原 對 那就最後 但是屈原還是會淹死 就對了 對 不管你不救到他 不過你這個故事 那屈原還是掛了怎麼辦 那我們就要用個七室大禮 你知道 冬午節為什麼 我們會吃粽子 或幹嘛嗎 就是因為他們要把那些 食物丟進家裡面 讓魚蝦不要來吃 那這個七室大禮的時候 是一個交龍會出現 那交龍會出現 會破壞 那怎麼辦 拿粽子攻擊他嗎 沒有 你就拿粽子餵保他就可以了 這個交龍其實也還好 欸欸欸 就這樣餵他一下 他自己就很開心 那我剛裡面 找到一個趨勢整合的東西 就是 這個的 這個 你其實不要擔心說 我就這樣走走玩一玩 好像是很難掉 那我們剛好那天 就跟華山媽媽合作 我就買了一些 這我的媽媽 對 他很辛苦很症 他就站在那邊這樣子 不過還好套扇子 其實這是最熱的 那套皇帝裝那是最熱的 對 那這個的話 因為 我們那邊還是有些合作商家 所以那些商家 你直接提供我們 那邊玩遊戲玩玩 可能那些過關啊 那你之後啊 就可以拿這個畫面 跟他們是那個 冰淇淋可以滿意受益 我沒有跟他 過一趟大廣告 我就說 我們在座裡面裡面 其實有些商業模式 還有一些 一些比較 像什麼霍靈 或是那些要跟另外一個 一些像是怎麼投資 在客戟 或者說拿掉 我希望弄一些 比較輕鬆的東西 讓大家看 那我最後是說 我裡面有寫嘛 我覺得可怕的都是失敗 然後 而是你自己沒有試過說 你要做什麼 我覺得這邊全部都是 比如說 我覺得我應該要去試試看 那你不要現在沒有試 然後你老了之後 你正在後悔 為什麼我們也要做 其實我現在就要後悔 我前幾年 前幾年的時候 我跟我那時候 研究所的學員 我們來討論一些 那個叫什麼 應該是智慧電表的東西吧 前幾年那時候 還沒有再討論 那時候應該 因為Google這樣的活動 是什麼 一百之類的 我忘記了 那是好幾年前 然後 現在 因為大家在外 講永續 都在講 那個 就是 能源 能源要減少使用 對 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沒有弄 但是現在大家 已經開始這個議題 所以我覺得 好噁心喔 那時候沒有做 所以既然我們現在 覺得這可以做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們覺得可怕的都是失敗 然後是自己沒有試過 那這個是我 最後一個畫面 那我還是 當公司 是要講一下願景 以後你們 沒有開公司的話 你們就要去想 你們公司的願景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的願景就是 欸這個 畫面也都變了耶 好 沒關係 那個Mac 跟Windows Go 玩不勝了 好 我們就是打造一個更有趣的世界 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我就是希望說 讓這個世界 會更有趣 那不要說它很難料 它就是普通的一個景點 這樣子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剛剛拿起來呢 如果你想把你的學校 一樣更變更有趣的 不管是導覽也好 你剩下小遊戲 你們都可以找我 那你們收到沒有錢 反正我就是希望 讓大家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也不要請我這些工具 這些APP 就是要給你們去帶來 去使用的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 怎麼弄的話 你都可以來問我 大概是這樣子 時間應該還算控制很好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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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